美食不受骗 吃货请闭眼 吃了您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里的吃货请闭眼 我是老白 这么冷的天 难道您不想吃点炉煮吗 是哪家呢 走 到了你就知道了 到了 还好我来个局时 不是我吃完了就倒闭 或者就搬家 或者就挡价了 就是人家提前说 准备看着搬家了 好吧 走 快点吃饭 我们现在已经坐在黄色雷锅里面了 这家店只要开了30年了 黄色炉煮 很多人说 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之类的 这环境我感觉 有点露天大围团 炉串的那种感觉 这感觉都要睡觉了 聊天的 喝酒的 吃饭的 特洁地气 然后有烟火气的那种 早晚可以点赛 把它嗓一下 来碗卤煮吧 对吧 酱酒的具体不错 咱来一吃吃 咱得点一酱鱼蹄尝尝 卤煮啊 这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小吃 过去卤煮哪有店 都是碰头食 大街上哪看见 弄一摊哪吃 猪下水 猪肺啊 猪小肠啊 炸豆腐啊 接着往上给弄一锅 老在那开着锅 淋点那个酱豆腐汤 淋点什么蒜汁就吃了 卤煮啊 离这么近坐着闻啊 反正我是闻不见卤煮的味儿 第一步应该就是减分儿点 我的炉煮已经上了啊 放了九炊花 酱豆腐汤 还有点蒜 这不都有什么我给你看看啊 首先炸豆腐 炸铲 废头 四面火上啊 咱们拌一拌 来 把这调料弄匀 约打小的吃这玩意儿 所以嘛 个人来讲稍微有一点点小经验 天津到外了 我给你尝一口啊 我爬了一口吃完了告诉你 我对这碗卤煮的印象怎么样啊 这么跟你说吧 这个菜家卤煮 汤是老汤 非常要卤煮那种香味 但是呢 操作上有问题 这个火上下的时间短 多说煮了半两天 我这一般买一圈嘛 对吧 然后中间煮了各种肺猴啊 肠啊之类的 哎 这个好像上次会儿没有那么的重 来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坐这边应该在北京 也是大名鼎鼎了 应该是特别合格的卤煮 到这一吃呢 好像做你都不到家 有这个炸豆腐 里面这特别大的风锅 而且切条 明显在行 有人说这个他家卤煮全北京第六 我就不知道 听你为什么排的那么细啊 我吃过更好的卤煮 所以他家这个卤煮 我就不跟大家推荐了吧 有人说他家酒的全北京第一 下面可以尝到北京第一 一点肘子 入味 酥外 瘦肉 一丝丝一丝 小指点还有肉香 肥肉 所以吃的时候建议您肥肉瘦肉 一块加来一口 并没有看起来这么咸啊 它的酱香并没有盖住肉香 我不知道这人怎么做到 这个很厉害啊 这炸豆腐就这么吃啊 虽然有点腻 用烙饼来加它试试啊 皮 来 走你 腻不腻 腻 可是我不知道它这什么东西在吹啊 把肘子吹凉了 饼也吹凉了 你说不腻呢 肯定是假的腻 但挺好吃的 它给我加的也比较科学啊 肥瘦得到 吃起来还是比较铁弹的啊 酱肘子这个东西在北京是比较流行的 过去 尤其年前的大吉 老太太们会买一个酱肘子 分几顿吃 肉皮扒下来 做一顿 夹烙饼吃 解馋 瘦肉呢 扒得出一些炒白菜 这也挺好吃的 肥肉 肥肉弄出来 吃米饭啊 都是特别热的饭 咳咳咳一吃也行 糊得也不能糟蹂 弄一锅白菜 土豆 胡萝卜给你炖一锅 反正一个肘子利用力非常非常高 讲着我是几乎没怎么直接一人吃 我一整个肘子了 那是特别大 尤其来到吃过去面以后才发生的事件 就看到它家这个猪蹄是排第二的 切开了它 35元一个 阿师兄的身战是女体剑 嗯 猪蹄应该是和这个枣子一锅卤出来的 应该卤了不少时间 肥瘦和脂肪基本都化了 只剩下皮 肉费虽然的Q弹 很有嚼劲 就这么凉了 我觉得吃来还不错 嗯 超香 还没想到一个卤酒店 猪蹄为啥做得挺好的 嗯 这顿黄色卤卤我吃完了啊 一共花的是173 他家卤卤啊 不算难吃 但是如果你要让我推荐呢 我确实做不到啊 咱也实话实说 如果要跟哪个烧烤饭过来吃 吃完来说 啊真的特别好 你说瞎话呢 呃 我会下来的啊 您给我转名单 我已经能吃饱饭 有一样 我这就谢谢您了 世界很复杂 但至少 在吃黄色卤卤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话